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不要 你就到电影院去看大荧幕的时候 一定很震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星期一 欢迎收看886时4 我是小玉 近期我就参与了一部舞台剧 昨天就开始没日没夜的 那感觉就是从白天一直在排 然后排到晚上 整整八个小时没有休息 无法停地在排舞台剧 我觉得舞台剧也好 电视剧也好 都有它很好玩的地方 而且又是一个集体的创作 就大家聚在一起 然后一起拍戏 感觉特别地开心的 然后当那个成品出来 真的是那个收获还有成就感满满的 就像之前的那一部电视剧 《娘惹相思阁》 它就备受肯定了 你知道吗 就是第六届吉隆坡电视剧节 那就是Drama Festival Kuala Lumpur 2019 那他们就颁发了最受欢迎的 中文电视剧奖项 那入围的作品有六部 有《小诚医生》 《春天花啦啦》 《爱屋及屋》 《假面2》 《娘惹相思阁》 还有《我的非一般岳母》的 其中《娘惹相思阁》 就打败了另外的五部剧 成为当晚的赢家 那非常地开心 而一众的演员都有前往的 那当然了 就是男女主角 Jojo 还有Gong Gawain 就没有办法出席了 有点可惜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娘惹相思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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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娘惹相思》 过后他就开始说中文了 那无论如何 我觉得可以参与那部剧 然后那部剧的得奖 是一件相当光荣和骄傲的事情 好 那要跟大家说一下 那刚刚不是有说吗 直播的时候要跟大家说 张学友有一首歌在中国全面下架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 又是什么歌曲 导致要全面下架 这么夸张 好 那《学友》有一首歌曲 就是《新女妖婉宜》的电影主题曲 就是《忍甘斗》 这首歌曲相信很多朋友 尤其是我们爸爸妈妈背的 应该都听过 而且非常喜欢 然后只要你看香港的旧片 尤其是刚刚我说 《新女妖婉》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听到这一首主打歌了 可是这首歌 隔了这么久了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是在1990年演唱的 这么久的一段时间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会遭到下架 好 那就有被指说 这一首歌就涉嫌有一个暗喻 它暗喻什么呢 就暗喻六四运动的 因为六四运动来到今年 是三十周年了 那你知道 这个六四运动 只要提起的话 就会非常地敏感 而且中国那边 他们也会觉得说 是不是要暗喻一些什么呢 所以这首歌曲《人间道》 先跟大家说一下 他是已故的香港知名音乐人 《王晋》呢 做起做哭 然后是在1989年 六四事件发生过后 因为就暗喻说 其实他的歌词当中 就有这个流血的冲突 就好像他的歌词有 《少年怒天地鬼哭神号》 就是好像感觉说 那个整个地方好像变成了雪海一片 其中他有一句歌词就是说 大地旧日 江山怎么会变雪海滔滔 好像有点惊悚 对不对 很血腥 然后再来 《故园路怎么进士不归路》 这些都被指说 是暗喻这六四事件的 那就遭到全面下架 那当然当时候也被大家说 其实那首歌就存在着 讽刺一些政治的味道 是非常浓郁的 好 这时候我们来听听看 小月娃音 学인이来孔 Copper 只好人间都 要也好 摸也好 都到最好 宵夜到天平鬼哭吼神号 海地旧日江山 怎么会变乱 sankät ó 古语炉 怎么尽势 是否一首很有回憶的歌曲呢 我不知道 如果你有看《善女幽魂》 你都會覺得的, 好嗎? 當然了, 遭到全面下架 不曉得學友那邊有什麼看法 那我們就留意一下新聞好了, 好 那說到了舊歌, 對不對? 那如果要說到以前的那些舊歌 尤其是組合的話 《小虎隊》會不會是你的 最愛的名單當中的其中一個組合呢? 《小虎隊》當中就是有 蘇友鵬、吳奇隆、還有陳志鵬的 那這三個人唱紅了當時的那個年代 那為什麼會再次提起《小虎隊》呢? 那你知道嗎, 近期蘇友鵬 他就有擔任這個中國的選秀節目 《創造營2019》成為班主任 那他就是有又跳又唱《小虎隊》 當時非常火紅、很夯的歌曲 就是《青蘋果樂園》 當他唱完了之後, 他就覺得說 好感慨, 好像那時間倒流一樣 回到了過去《小虎隊》 非常火紅的那個年代 所以他就有對這鏡頭很感觸地說 是時候要約一下吳奇隆 還有陳志鵬來吃飯了 那當然,所有朋友在自己的微博 也是有說他要當這個班主任 其實他一分半的表演 你聽清楚了, 是一分半的表演 可是你知道他花了多長的時間嗎 他花了三個月的時間來練習 那當然, 這麼辛苦的一個姿勢 成為他兄弟的吳奇隆 肯定是稱他的 那吳奇隆就有說 沒有人比我更清楚你的努力 所以他就說, 這就是我的兄弟 真牛 那當然,所有朋友說 其實當初《小虎隊》的時候 因為又要演唱, 自己又要兼顧事業 所以是蠻難的 然後自己有點熬不住了 可是還好, 就是隊員們 就是一直幫助他, 撐著他 然後讓他一路地成長 所以可見他們三個人之間 真的情誼非常深厚的 所以組合就是有這個優點 那就算現在已經沒有以組合的形式 再次地唱歌了 可是那個感情只有越來越濃烈 好嗎 那說到了《小虎隊》的年代 是不是很想要來看音樂 那這個時候就有大家最愛的 JAM的音樂 送給你 沒錯, JAM 鄧紫棋相隔不到一年的時間 在上週末再度地來馬開唱 這也是他第三次來馬舉行 Queen of Heart 世界巡迴演唱會 同樣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粉絲到場來支持 一開場, JAM 就選擇了 愛你 為演唱會拉開序幕 YK WBeeron YK W voorCong YK W voor легенд YK W é 拥有具被小天后支撑的Jam 当晚却因为云顶高海拔的气候 加上又唱又跳 让他一度地面临缺氧 因此需要依靠吸氧气 才能够重回舞台 但却丝毫没有影响到 Jam当晚的高水准演出 Zither Harp 是全马唯一现场直播 中文娱乐新闻节目8864 大家好 我是Emily 陈子盈 欢迎回来8864 我是小玉 近期就跟朋友聚餐 然后我朋友是一个妈妈 她就跟我说 她近期最留意的组合 就是Blackpink了 我说 你是妈妈姐 你也喜欢Blackpink吗 她说 当然 因为我的女儿很喜欢Blackpink的 为了跟女儿之间 拉短那个距离 那个世纪的距离 让她们好像朋友一样可以聊天 所以说她自己也要 时时跟进一下Blackpink的新闻 那话说Blackpink就有新歌 就是《Kill This Love》 诠释的回归 那这一首歌曲非常赞 因为只要你一听 你会觉得动感满满 而且整个造型还有整个场景 非常地华丽 非常地吸引人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个这么棒的一个电视 那背后可是非常辛苦的 因为当中就有一个爆破的场面 就是把后面那个道具 那个岩石 那个墙壁给炸开 然后整个炸开了过后 你知道那个粉蟹 那个碎片 全部都一下子爆出来了 因为在电视你也可以看到 其中有一幕就是Blackpink 他举起手 要做设计的一个手势的时候 整个后面爆了起来 然后所有的碎片 粉蟹 都黏着他们的头发 还有脸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 他们眼睛都睁不开来 因为Rose她也有说 当他们就是拍摄那个爆破的 那个场面的时候 所有的粉蟹都黏着他们的身体 然后她跟姐妹就是眼睛睁不开来 非常地辛苦 可是辛苦是值得的 因为这一支电视它单单只是三天 就破了987万的点击率 那当然很快就会变成1亿的点击率了 而且它动用了好多人 大概有50个人吧 就展现了那个群体的舞蹈 非常地整齐 完全就把Blackpink 这个Girl Crush的这个力量展现出来了 那我想大家应该都会超喜欢这支电视的 马上来看一下 第一次舞蹈舞 第一次舞蹈舞 溜达成一终项的 clicks 有效果中间的萝卜 都化了 真的ided 我真的发现了 我真的感到需要 厉害成一种 下一个视频 我们这次舞蹈舞 我们的视频 发达啦狗 我们的视频 快 看着我 再说 我们的视频 我们的视频 大家期待 再见 我们的视频 我们的视频 大家一起联系 再见 早 除了《黑Pink》 还有一位非常受欢迎的 也就是《B1A4》的灿多 他即将会在6月回归 带来他全新的单独的专辑 其实他在2016年10月的时候 就有发过《Stay As You Are》的个人专辑 那个时候大家都狂赞 因为觉得说他很有个人的魅力 然后主要他的歌声很沉稳 然后表现能够突出 觉得说他整个人无论是唱的一个方式 都非常地成熟的 所以这一次就隔了快接近三年的时间 他再次地回归 带来他个人的新专辑 还特意地飞到德国那边拍摄MV 所以大家自然就更加地期待了 因为之前那个《Stay As You Are》 2016年10月时候发的这个个人专辑 已经是让大家觉得说 他的这个唱功非常棒了 所以紧接下来的这一张 在6月发的大家更加地期待了 好 那紧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了 就是《青春有你》 因为前阵子不是大家都有在谈论的吗 关于他的这个决赛的歌曲 那也就是在6号晚上 就是上个星期六晚上 就是直播总决赛的时候 就有一首歌曲 就是叫做《暖色的》 就备受争议了 因为大家一听之下就觉得说 这是翻唱的歌曲吗 因为它根本就是跟《Wanna One》的歌曲一样 然后又有人说 是不是把它改成了中文歌还是什么的 好吗 所以这就是其中一个 大家争议的一个点来的 因为大家觉得说 那旋律怎么这么像《Wanna One》的歌曲呢 所以网民真的是骂翻天了 大家都是在朝着这首歌曲 暖色很像是《Wanna One》的歌曲 就是根本是翻唱 是抄袭的 好 那当然 就是在星期六晚上的时候 成绩也已经出路了 然后排在其中 就排在第八位的陈又为 因为之前他在这个拍摄榜当中 都是蛮上面的一个位置的 可是竟然在这个决赛晚上 他是排在第八位的 所以他所处于的公司 慈温传媒 他也有转发了网上的文 然后就写了一段字 他说 游戏游戏而已而已 开心第一 回家拍戏好了 那似乎他们是对于这个成绩 非常地不满意 就觉得说这个比赛根本 就只是一个游戏来的 算了 还是不理那成绩了 开心就是最重要的 然后好好乖乖地拍戏就好了 这样子 那当然之前陈又为 就是因为他拍《延禧攻略5R歌》 所以他的人气一直以来是非常高的 然后导致大家也没有想到说 为什么他会排在第八呢 那至于第一名就是李文翰 然后他就发表感言的时候 是显得很冷静的 那当然也是非常地感动 因为毕竟可以排在第一位 那我们也是蛮蛮地祝福他 好 这时候我们要看《手令里》了 那有的是什么电影呢 就是《非常道》 《手令里》 哈啰 《8864》的观众朋友你们好 我是李明忠 大家好 我是费本吕杨 我是东西之的阿哲 陈泽耀 今天我们是在《非常道》的电影首映里 等了一年 真的 等到景象都长了 这部电影已经拍了有一年的时间 其实是拍一个月 但是我们有一年的时间 去做很多的后制 然后还有参与很多的影展 所以我非常非常地期待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做访问的时候 我有问导演说 可不可以事前先给我看一下电影 说不要 你就到电影院去看大荧幕的时候 一定很震撼 果然今天看完过后呢 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朋友会喜欢的 釜山电影节的时候 我亲自到了釜山去看这部电影 这一次回来 虽然是看了一样的东西 但是因为是在回自己的国家 回自己的本土 所以感觉觉得很复杂 觉得兴奋 然后又担心到底观众会不会喜欢 整个铺排人物的故事流程都很平均 大家都演得很好 困难就是我这个角色本身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演坏人 就很恐怖的这个人 因为你不知道下一秒下一步做会做什么 我看了好多戏 看了不同种类的坏人 我参考的都是一些非常棒的演员的一些演技 吸取一些很重要而且需要的养分 再加强我这个角色 《Fly by Night 非常到》 这部电影将在4月11号全马影院上映 所以到时候记得去支持 你现在收睇的是全马唯一现场的播放 中文玄龙 新闻节目860时 大家好 我爱勇哲益 欢迎回来8864 我是小玉 那有时候我们看新闻的时候 自然会觉得很感触 尤其是看到有人离开的新闻 就会觉得说生命真的很短暂的 有些时候你不珍惜 可能那一秒就飞逝了 然后真的 你就会觉得很感触就是了 就好像阿妹近期也是有 post了一个非常感触的道文 她就有写到说 一路好走 真的不舍 那为什么她会这样子写呢 就是因为跟她合作了很多次的 这个台湾资深的音乐人 阿怪 陈志涵就离开了 那陈志涵是在4月4号的时候 在中国那一边离开了 然后本来也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的 就是因为阿怪的朋友就去找她 后来就发现说原来她已经离开了 然后她的妹妹 阿怪的妹妹有在脸书那边就有说 哥哥其实是在睡梦中很安详地离开的 也感谢各界的一个悼念 然后也谢谢大家这样子的 然后阿妹她po文她也有说 她非常喜欢《Open Your Eyes》这一首歌 因为这一首歌就是阿怪为自己打造的 而且他们之前也合作过了牵手 还有《三天三夜》这些都是阿怪写的 那他们之间的一个情感自然是非常地深厚了 所以她非常地感触 那刚开始我为什么会说人生真的很短暂 如果不珍惜的话可能那个时刻就会过了 因为阿怪其实她在这一个月2号的时候 她自己有po文在微博那边 她其实自己有写东西的 可是你想一下2号她写东西 那4号这个人就不存在了 她就离开了 所以有时你会觉得说 怎么生命可以这样脆弱呢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多地珍惜 好 那也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则新闻 那柔祖儿可以说是拼命三娘 为什么呢 她拍摄MV 那有一首歌曲就是《Pretty Crazy》的 那这一首歌曲就是由王维门为她填词 那曲子 制作 排舞 MV 可以说呢 全部几乎都是在韩国为她打造的 所以这首歌很有韩的感觉 《Soul Korea feel》 那也当然让荣祖儿感觉也很兴奋的 因为这首歌实在是太新鲜了 那要拍这一首歌的MV 自然就不简单了 那这首歌必须拍20个小时 20个小时 你没有听错 而且为了这支MV 她好像模特生生 她就换了七套华丽的衣服 那对她来说 当然我觉得是累的 可是当你很专注地投入一样东西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很高兴 那荣祖儿自然就是这一个心情 那她从早上的六点钟一直拍 拍到天黑 整支MV都还没有拍完的 你知道吗 这一首歌不容易 因为看似简单的一个动作步骤 荣祖儿说 舞蹈那边她就要兼顾很多了 她要兼顾那个协调感 力度 节奏 动力 还有活力 每一个都不可缺的 所以单单是学舞的部分 她在香港那边学 就学了五天了 五天的时间真的是不简单 然后再来她说整个筹备 制作 完成 是需要半年的时间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看似很简单容易很享受 短短的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可是背后花了太长的时间去制作了 那当然 制作出来的这个成品 那大家真的是觉得很有这个新鲜感 而且荣祖儿真的超棒的 我想她也是非常满意这一首歌 就是《Pretty Crazy》 有时候当你加入不一样的元素 让大家觉得新鲜感之余 而且也有很多潮流的元素注入里头 就让所有的听众 然后粉丝们听了也会非常喜爱的 所以马上要送给你这一支歌曲 《Pretty Crazy》 再见